我一天放了以后,放了凉水泡一晚上 然后一晚上第二天再用那个热水再气它 它很快就化了,如果马上用开水气它不化 很常常化不了,化了以后还需要呢 放在一个小火上,最好不直接外边搁一锅 搁热水煮开了,那个开水呢 在锅里边再煮这个胶,让胶慢慢慢慢融化 这个胶呢,比较好,就是没有火性 然后这胶水呢,我原本是拿中指蘸了胶水 放在这个二指上,用二指来研 这样这个胶不脏,总是蘸这干净的胶水 把它慢慢慢慢从手指流下去,再研磨这个水 这样蘸,这样蘸,这样蘸 比如我们这个呢,就相当于三氯,这个相当于二氯 这会在家里那是拿来的 但是我们要化那种积水冲色的时候呢,冲石色的 可以用这个办法 那么有珠沙,有石青,石缕,还有呢,石黄 还有这个各种颜色 这里边其他要提提提提的是个白 白粉,古人用的白呢,都是用的这个叫葛粉 葛粉呢,是那个葛背,就是那个背窍,大背窍 把它简直有厚的背窍 把它放在那个撑啊,或者过去的瓦上 叫背,干轰它 那火轰,轰了以后很干燥以后啊,它就裂了 把上面的黑皮烟去掉 把里边呢,大的块的那个白盐子把它捣碎 研究细了,这叫葛粉 虫子牌一个盒子,葛 葛粉呢,用的时候呢,很白 而且身越长越白,开始到有点黄 但是用起来呢,比较麻烦 我们现在,我经常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广告的太白 太白的颜色呢,比较好,它不变 过去它的前身呢,是千白,千粉 千粉容易变黑,太粉呢,不变 这个芯粉呢,原来有芯白,芯白呢,发青,给它覆盖力强 但我们用的时候呢,这里边啊,在挤出颜色以后 它这个颜色比较,比较稀 这里边呢,就是这个颜色里边有浇水 浇水是必要的,除了浇水以外呢,它还有呢,就是 还有这个,防腐剂,还有干油 为什么呢,就是防止颜色变干,变臭 这个,这种颜色啊,伸长了,容易变臭 就是胶腐败了,特别热气,容易变臭 这里边有防腐剂,它就不变臭 但是防腐剂啊,和胶呢,很多 在画上,它不,不惜好作用 我们用的时候呢,要用的